4月12日 原中央巡视组副组长董宏被开除党籍并立案调查 董宏曾被视为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大管家 其正式落马被视为中南海内斗加剧的右翼标志 习近平和王岐山交二之说再成话题 4月12日晚 中共中纪委发通告称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纪委国监委对董宏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通报称 经常董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对其党不忠诚不老实 违规干预和插手职绩执法活动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出入失人会所 大肆收钱练财 非法收受巨额财务等 通报续称 进中共中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董宏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务一并移送 但通报未提及董宏的道德如此败坏 是如何被任命担任监察逮捕违法违纪贪官的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 中共中纪委国监委网站去年10月2日宣布 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68岁的董宏是辽宁省海城市人 承认中顾委秘书 研究室副主任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任等职位 2000年3月以后 长期追随王岐山 在王担任广东省副省长 国务院提改办主任 海南省委书记 北京市市长期间 董宏一路跟随担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 国务院提改办产业体制司司长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2006年6月至2013年8月 董宏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 董宏主导巡视工作 2015年2月 董任中央第12巡视组副主长 进驻中共电信集团公司 开展专项巡视工作 因而 董宏被视为是王岐山的大秘 大管家 如今王岐山的大管家 被抄家并开除党籍送交法办 引发外界颇多揣测 王岐山是习近平上台后第一个任期的中共中纪委书记 协助习近平反复打虎 拿下薄熙来 书龙 周永康等众多江派人马 习王联手打虎多年 王岐山一路为习清扫障碍 早前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为了顾全王岐山 不会动他的身边人 然而在中共十九大后 习王之间的关系迅速降温 2020年王岐山的好友红二代任志强 因撰文批评 习近平被重判18年 2021年1月29日 被认为与王岐山家族关系匪浅的海航集团 申请破产重整 同时 王岐山的旧部 前海口书记张奇 被中纪委点名批评 如今董红正式落马 颇显中南海内斗加剧 王岐山和习近平交恶之说 再呈热门话题 时评人士周小辉认为 近年来习近平在削弱江派势力的同时 也拿下王岐山的心腹 加上王岐山近两年的低调 证实了两人的关系确实出现裂痕 习对王也有所防范 在习看来 党内暗流涌动 各派势力都在威胁着习的安全 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说 尽管王岐山和习近平有交结 后来在高层又有合作 尤其习上台前五年是习王体制 但到后五年 进入习近平和王滬林体制 为什么走到这个局面呢 陈破空认为 习近平有帝王心态 因此 一怕功高盖主 二怕卧踏之策 他人汗碎 很多太子党人物 都被习近平排挤出局 让习成为太子党唯一的红色血脉 留下来执政 而王岐山这两条都符合 他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 他在党内很有资历 在经济 金融 省部级有历练 这就是希望关系出现裂痕的主要原因